好,这里是娱乐热榜 今天呢,咱们来看一下周生如故与一生一世 梦回西周 周生辰和时宜的命运又有了新的波长 怎么回事呢 首先呢,感谢顾川肖宇有情出演哦 接下来的片子里呢 我们能看到高科技的穿越 我皇叔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感谢川川的充电弹 让我皇叔躲过了剃骨之心 你呢,会让你感受到时宜对周生辰说 我做了一个梦 我上辈子就是你的老婆 啊,一瞬间给甜死了 太厉害了 原谅我这辈子都剪不出来这么好的创意的片子 你同样能够感受到接下来的片子呢 梦回西周 续写 脑洞 川 每一次都很棒 何的何能我可以认识这么宝藏的女孩 下来呢 你也可以感受一下 谢谢你给了皇叔一个不一样的结局 苏苏带我梦回西周 这脑洞填充的我真的很满意 终于没有了剃骨 那把架刀的堂地脖子上 使我还揪心了一下 想到没有巨然堂地的高科技技术呢 传送到了回来 看到我真的拍大腿 真的好甜好甜 上辈子 我就是你的老婆 一句交代了古代结局 甚至呢 你也可以感受到 直接没了 好厉害 皇叔 他反噬反噬了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 到底是什么 能够让你感受到 有如此魅力的影片呢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个人的故事 让我在广州机场主动认识你 你相信前世今生吗 就凭一个故事啊 那个相同的名字吧 是两个 最近跟一个天文台 合作了一个新的项目 十一 又做噩梦了 没事 没事 别怕 我在这儿了 离去医院了 他应该是睡眠过足 幽思伤神过度 严重损害了脑神经 我真的害怕 事已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上辈子死后 没喝梦婆汤 有个算命的和我妈说 恐怕 我不应该出生 关于她的事 不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所有问题 都是来自小男生 王乐博士 不知道为什么 我相信你的话 你先留下再说 他 是五档定 是五档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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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都知道了 你会怎么做 我不能 我一度 中云必乱 恐怕今晚的宴席 是无法逃脱了 我自己一个人去就可以了 周生辰行刺摄政王 抓住他 大军开拔 周生辰谋逆篡位 该当死罪 周生辰谋逆 你不会想让他归 你而死吧 周生辰谋逆 周生辰谋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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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終於回來了 是啊 我回來了 我 我做了一個夢 夢到我上輩子 就是你老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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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感想的呢 记得点赞收藏关注小彪 记得超级感谢哦 那么下期再见了 拜拜